10月23日,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第一民族寄宿制小学的操场上 来自韩国的棒球教练田昌吉正在仔细地观察每位运动员投球及挥棒的动作 并进行悉心地指导 现年53岁的他在青海开展棒球运动的普及已有18年时间 在他的努力下,青海热爱棒球的孩子们有了去MLB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培训的机会 建立了与世界舞台的直通车 棒球运动是一项集体性,对抗性很强的运动项目 它在国际上开展较为广泛,影响较大 被誉为竞技与智慧的结合 田昌吉在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 建立了学校的棒球协会 毕业后,深爱中国西部文化和棒球运动的田昌吉 决定在青海组建一支棒球队 把棒球运动带入青藏高原 我这个青海师范大学,我大学一个大学队训练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个大学的棒球的水平怎么样 有点差,因为别的城市别的国家的那个从小时候开始的 所以大学开始的话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作为一个学员与专业的那种 所以我发现了这个事情 然后就关注了那个青少女棒球队 然后就当时我发现这个少数名地区 地区特别江州地区的 他们是放羊,扔石头放羊的 他们是那个数字方面跟运动 运动数字跟别的还是不一样 因为肩膀方面,还有周手腕方面不一样 都比较强的 他们是学习得很快 在看到了青海孩子的先天优势后 2006年,田昌吉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成立棒球队 经他认真执教 棒球队多次参加国内外比赛 均取得不俗成绩 后经其搭建桥梁 棒球的最高舞台MLB 看到了这里孩子的天赋 并于这里的学校开展人才培养模式 选拔天赋球员 天昌吉 海南藏族自治州虽然是个不大的城市 发展也比较落后 但在各界的努力和帮助下 这里的棒球水平已经得到了国内 甚至国际的认可 明年他将结束这里的工作退休回国 而他也将教编传递给了他在中国的弟子 我们一批的孩子就是他们就参加了好多次的比赛 然后他们是初中高中还大学专业队进去了 然后他们就退役回来 还有他们就继承我的工作 所以我的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让他继承我的工作 从河南省棒球队退役后 回到家乡的华登弹增 是田昌吉的第一批学生 从专业队退役后 在田昌吉的说服下 接过田教练的教编 开始了自己青少年棒球教练的工作 他觉得青海的孩子只要端正在棒球上的态度 未来一定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我们这边是家长不怎么能学 本来学上自己想学 是两种态度两种概念 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会更容易 如果条件有机会更多点 我觉得他们更会容易成功 所以咱们在棒球里面 中国在学出一个摇米这样的一个人物 所以我们不管是在青海的内地 都在自己的创造一个棒球的摇米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